大家好,欢迎收看11月15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年跌5天,恒生指数昨日低开197点 在考验50天移动平均线的支持 早段一度转升36点,最高跌到19859 之后估压增加,跌幅不断扩大,违盘 最低跌到19393,收报19436 下跌387点,跌幅接近2%,成交缩减至1732亿元 国际指数收报6973,下跌158点,跌幅2.2% 恒生科技指数收报4318,下跌138点,跌幅3.1% 技术上,恒生指数失守50天移动平均线 下一步可能回补9月27日 介于19002和190073之间的上升列口 恒生股市昨天也显著下跌 上升中止失守3400关 收报3379,下跌60点,跌幅1.7% 认证城市收报11,037,下跌322点,跌幅2.8% 恒生两市和共同交18384亿元,较上日减少1708亿元 前天我们报道,中国正在研究下调购房弃税 结果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公布下跌起 将个人购买家庭第一套 及第二套住宅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的弃税 税率统一为1%,面积多于140平方米 首套房的弃税税率有原来的3%降至1.5% 第二套住房则降至2% 新政另外一个重磅措施为取消普通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因而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及广州等四个一线城市中 所有住房二年或以上在出售将免征值税 其他新政包括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如果征值税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% 继续免征土地增值税 作用是缓解开发商的现金流 分析认为措施或为买卖是双方减低成本 不过未能流转居民对楼价审慎的看法 难以支持一个持续的扶苏 内房股昨天普遍下跌6%或以上 科技股陆续公布业绩 京东集团9618第三季经调整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23.9%至132亿元人民币 收入依较2023年第三季增5.1%至2,604亿元 其中零售收入达2,249.86亿元 同比增6% 比利比利9626第三季度净营业额总额达73.06亿元 人民币按年增加26% 毛利润为25.47亿元 按年增加76% 毛利率达34.9% 达去年同期的25% 明显增加 亏属于股东经调整净利润为2.36亿元 对比去年同期经调整净亏损为8.77亿元 表现最差是网易9999 其第三季度成立为65.38亿元 人民币按年跌16.6% 跌幅高于市场预期 净收入为262亿元 按年减少3.9% 当中游戏及相关中职服务净收入 按年跌4.2至209亿元 扭道净收入按年增加2.2至16亿元 网易云音乐净收入按年增加1.3至20亿元 创新及其他业务净收入按年跌10.3%至18亿元 阿里巴巴9988今天将公布 截至今年9月30日第二财政季度业绩 预计营收将达到约2400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季度增长6% 新调整准利 预计为377亿元 按年下跌6% 主要受宏观消费环境不景气 行业竞争等因素 以及集团对淘天服务升级投资增加影响 今天有一支新股 国富轻能股标代号2582 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昨天在汇利交易厂案盘收报80.7元 要上市价65元高24.2% 不计手续费 每手100股专面赚1570元 国富轻能为轻能处运设备制造商研发及 制造全产业价值链的轻能核心装备 美股周四下跌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 美国经济增长良好 就业市场稳健 通胀仍高于2%目标 联储局因此并不急于降息 而是应当审慎形势 道指收报43,750 跌207点或0.5% 纳指报19,107 跌123点或0.6% 对普500指数报5949 跌36点或0.6% 个股方面 消息指特朗普计划 取消拜登政府针对电动车的消费者 税务减免 特斯拉股价下挫5.8% 收报311.18美元 经济数据方面 10月美国生产者 价格PPI按月上涨0.2% 符合预期 核心PPI上涨0.3% 高于上月0.2% 亦符合预期 安年纪PPI比去年同期上涨2.4% 高于9月上涨1.9% 及市场预期的2.3% 核心PPI通胀年率 从9月上休后2.9% 升至3.1% 高于预期的3% 截至11月9日当周 美国初次申领事业救济金人数 较前一周减少4000人 至21.7万人 为5月以来最少远低于市场预期增测 而是22.3万人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 终身控股股票代号881 中国汽车经销市场竞争 越趋激烈 导致汽车销售利润回薄 有见及此 终身控股寻求将公司打造为 中国品质汽车服务品牌的新战略 并且打破传统的单一汽车品牌 经销店的服务模式 提供跨汽车品牌 和不同燃料类型的汽车服务 通过多样的服务类型和传品牌的服务场景 最大化覆盖中心城市 用车客户群 今年上半年 集团进一步 提高在其营运的32个中心城市的市场份额 以集团足迹覆盖最广的4个中心城市 成都大连南京及深圳为例 获约客户总数同比增长9% 总计达90万 与一年前比较客户数的增长 以转化为各种经营活动的增长基础 常规保养同比增长6% 厂家保修增长10% 事故车维修增长14% 车险续保保单数增长22% 二手车零售量增长29% 在该4个中心城市 于今年上半年进行保养事故车维修 或做车险续保的客户中 其车量或并非自终生购买的客户比例 分别为20%、35%及29% 这是集团在客户获取出货及转化上能力的体现 集团的持续新售后服务业务 已越来越不取决于新车的销售 在集团层面上 今年上半年 二手车零售数量和续保保单数量 同比分别取得了45.2%和22.9%的增长 相应所有服务 入厂台次也在活跃客户数量 增加8.5%及总保单量 增长16.8%中同步增长 维修、保养、厂家保修和事故车 维修上半年入厂台次分别同比 增长3.4%、17.2%及9.1% 二手车业务方面 经过2023年的一年的打磨 终生二手车的运营思路已逐渐成熟 截至今年6月底 其二手车旗舰店数量已达49家 今年上半年 除2月春节月之外 二手车销量月均达2万辆 越来越多的门店 通过建立全面的车员渠道和货客渠道 突破了百台月销量 即使在新车市场下波动的不利条件下 终生二手车依然保持着稳健的盈利水平 今年上半年 单车利润贡献6600元人民币 在销量达10.2万辆 同比大幅上涨的加持下 二手车业务综合利润同比增长 25.1%至6.71元人民币 建议买入价16.4元 目标18.8元 只损位15.5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上证指数最多升两点或0.07% 高见3441点后偏软 其后跌是转级 最多跌63点或1.84% 低见3376点 全日收时报3379点 跌59点或1.73% 成交7628.84亿元 深程值低开低走 最多错335点或2.95% 低见11023点 全日收时报11037点 错321点或2.83% 成交1.075万亿元 护身300指数报4039点 跌71点或1.73% 创业版指数报2334点 错82点或3.4% 日经方面 日本股市连跌三日 日经平均指数一度 中上39000点关口 最多升362点或0.94% 高见39,084点 随后出现估计 大势转跌 以全日低位收时 收报38535点 跌185点或0.48% 美股方面 美市收时 倒指报43,750点 回土207点或0.47% 标指下滑0.6% 报5949点 那指跌0.64% 报19107点 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的金龙指数 倒退1.81% 窝股造好 因法籍德股分别涨0.51% 1.32% 及1.37% 美元方面 美汇指数一度高见107.064 是去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 升0.55% 石油方面 纽约7油收市生2 17美鲜货0.39% 美桶报68.7美元 伦敦布兰特7油收市生2 18美鲜货0.39% 美桶报72.56美元 黄金方面 美元汇价强劲 拖累现货金价连点5天 一度再凑1.4% 低贱每盎司2536.9美元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